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下週三點四十五分的節目 上個禮拜我想大家還記得的時候 我們請了華夏基金的Fedrick 跟我們講一些納子反向的ETF 今天就有華夏基金的業務托展部副總裁Barrell Barrell 你好 多謝你 Deevan 你好 今天會和Barrell進一步探討一下反向ETF 實際的操作方法和操作上的比較 不過在開始節目之前 我都看一看恆生指數現在還有十分鐘左右收市 現在三點四十九分 恆生指數暫時升188點 26762點 成交仍然很低 暫時605億 不過下週好像相較起來多一點成交 我們今日未必會集中在市場發展上 先講講一些美股方面的問題 Barrell 近來我知道美股踏入了業績期 上週我和Frederick說了很多關於美股後向的看法 包括去分析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跟受現在中美貿易會談 還有包括聯儲局以及特朗普在內 用了很多種方法出口術用減息來托市 我又想看看近來美股的業績期開展了 其實你對於接下來的業績期怎樣反映納資 有甚麼看法 其實我每天晚上都追蹤一些美股的業績 其實我另一個比較驚喜的就是看到Netflix Netflix 其實這幾年很多人重磅追Netflix 大家都知道他質素很好 亦都是覆蓋率是全球最高收視的電視台 但他就有一個問題已經出現了 原來今年最想追蹤的人 其實都是想看Walt Disney 俄羅迪士旗下的一些作品 教育電影 但俄羅迪士自己都宣佈自己會做Live Streaming 未來和Apple 都會了 所以肯定可能開始的時候都會免費或者低級的時候 Netflix 就沒有了 就變成了一個真正電視台 變成TVB 變成現在的新流量 人們就開始不訂閱 變成了有一個頂位 即晚一估來估6% 因為對美估來講6%是很大的貨幣資率 所以其實業績也很漂亮 例如Apple、Microsoft 昨晚業績也很漂亮 但Microsoft業績也很漂亮 就說他做的Cloud Business 接下來發展很好 但其實你也知道 美國最大做了最英俊的Cloud Business 其實是他的對手Armazon Armazon成為納子 其中一個最拖累最多的股票 即是他剛剛發展 但對手做了那麼久的那個 其實一直都是一般的地 特別是今年 雲計算在美國是跌得很金的 是 他就衝過頭過去 不知道他衝過頭過去 下一次再出業式 究竟他的夢想可不可以成真地 還是他都是佈他老闆 即是佈他大哥的後塵呢 所以變成了都 其實業績算不算是現在的最後的放煙花期呢 因為業績也炒了上去 但其實頂部便不能上去 是 我根據你剛才所說 包括Netflix 我其實理解到你的說法了 即是說 少了一個很重要的迪士尼的 content 變成了平台有甚麼去特別吸引到那些subscriber呢 見到Netflix 原來股價在近一年 在18年年中的時候 若莫瑟423元左右創了頂部 近期都是陰著陰著陰著 去到有少少近一百年年底的時候 231元左右的支持 業績似乎不好之下 還要隔夜跌了6% 跟手就是 Microsoft 闖進了一個 不定格入去的發展的一個方向 如是者我看Microsoft的話 是不是股價上 有機會都在高位橫行 甚至乎如果在Amazon方向的投放 如果多些的話 你覺得是一個利淡少少因素 始終現在來說 Amazon做得這麼大 它現在才進來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Late Commerce 再加上本身前面的Competitive也很好 即是不賺錢 你才令到Amazon這麼大 都要拖累 其實Microsoft不止的 它有三頭馬車 還有其他就是LinkedIn LinkedIn的業務 的確做得不錯 亦是唯一一個在中國 找不到competitor的一個業務 是很好 但問題就是LinkedIn收錢方面 它想擴展不同業務收錢 其實它一直都擴展不到 它現在只是說 你按多幾個search 它就開始要收你錢 其實它越多限制來收錢 另一個它開設的業務 就是做回手機 那它以前 更加無法鬥 我未聽過Microsoft手機有人用 其實三頭馬車 原來只剩一頭 就是做LinkedIn 還要這麼多限制 難怪它業績出得這麼帥氣 似乎都不... 股價沒有怎樣突破 已經沒有再反應到 我又補充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很多時候我跟大家講技術分析 之前這些高位 跟著再上 背遲不說了 太遠古的時間了 整年前了 似乎最近橫行 一美RSI方面有些回調 即是說 上方的力度開始越來越減弱 撐就撐了一跌 要是一升 trigger 到一個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 來解決現時的困境 其實Beryl 你說這麼多 包括Netflix、Amazon、Microsoft 它是怎樣影響納指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講 其實現在的納指 比如納指方面 其實結構是怎樣的呢 好 我剛剛今早在Bloomberg 採取了一個圖 圖令到我非常之深刻 深刻的原因 就是我數一數頭的五隻 原來他們佔的納指的Mover比重 已經超過53% 非常集中 五隻已經53% 不要緊 五隻裡面再分 原來第一隻已經25% 就是Microsoft OK 問題就是 原來一隻就等於整個納指的四分一 即是說其他99隻的Transformation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我撇除頭五隻 另外那95隻 才佔餘下的四十幾個% 這比我們說騰訊和藤子的關係 騰訊和藤子都是10% 已經動到恒生指數 被人笑作為藤子 如果它是佔四分一的話 立斯特克指數 簡單真的要看著Microsoft的走势 沒錯 其實主要是看著Microsoft Apple和Facebook 這三個 已經佔了三十幾% Microsoft 剛才就已經說了 其實它業績出得這麼漂亮 其實它已經升不到上去 變成它的頂部的抗力很高 好了 昨天就業績而已 明天有什麼新聞 後天有什麼新聞 去到下個星期 你再等下一個業績 這是一個季度的事 即是一個季度 大佬什麼都給你一個季度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已經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能夠再支撐它上去 其次就是Apple 即是Facebook 大家都知道今年 明年是大選年 台灣大選 美國大選 甚至英國也要重新再投票它的政黨 為什麼我特地要說Facebook 其實它2017年最大的成功 是因為它令到 即是2017年最大的成功 就是因為它那個Canbridge的Analytics 是能夠改寫一個選舉的結果 這個也是它令到他2018年 為什麼經常要上聽證會解惑的原因 好了 先前報的後層 就是因為它嚴重影響大選 今次它是highly monitor 在這麼高監管情況之下 其實它今年大選人是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它給得最多錢賣廣告的 一定是有政治成分最高的 即是它其實最大的生意來源 就是失去這個廣告費 沒錯 這個廣告的收入 是的 難道它只是天天看新聞 看股市升星跌跌 還是看明星 股市升跌都去了Twitter 都沒有人用Facebook 是的 變了擔心 原來它2020年廣告的報告 其實最大的focus會是哪裏呢 即是娛樂新聞 時事 時事沒有了 只剩下體育 即是甚麼都沒有 變成了這三種已經很影響整個納子的結構 還有呢 其實我也想分析一下 另一個 就是滯後 滯後很重的 就是Netflix Netflix已經是第二名 即是告訴你 原來Netflix的業務有影響 即是遊戲玩法不同了 原來它是很難很長 很短時間去改變這個公司的結構 另一個百度就不要說了 百度的業務 即是沒有減一筆 連最大的Amazon 都是第六名 是滯後了 因為它的雲計算的Benson 真是今年打得很慘 其實你見到其他Mover 都是佔的比重已經是很低 除非它全部 整個經濟體系是非常之靚 否則的話 其實它的指標的股票公司 已經壓力很大 即是這樣說 曾經在市場上 很流行說FAANG 就說一些巨頭 帶起了整個指數 你現在這樣說 即是說 其實FAANG 已經有些Big Movers 就變成了拖累指數 沒錯 現在撐到指數 就有一隻Microsoft 但是它的增長是成問題的 還有一群全部都很小 十隻八隻在這裡 但是它們不是Big Movers 變成如果連一隻Microsoft都轉向的話 那麼FAANG 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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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沒有哪隻可以幫到指數 是否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變成壓力就大 而且我也想分析一下 就是 NASDA100裏面 有四隻中國公司 每隻只有零點幾零點幾的比重 感覺上是小小小 其實意義很深遠 因為我們知道9月30號 Bloomberg出了一個新消息 原來特朗普可以利用不同的Pension Endowment 即是不再買NASDA中國公司 或者是在NASDA裏面 中方來說 它已經慢慢部署 它覺得有這個可能性會發生 即是不想重複到俄女的覆轍 俄女都是因為靠錯片 搞成這樣 為什麼我會覺得中方已經有編排想到這個項目呢 就是最近香港就有兩隻 就是小米和美團 就正式可以接手 我知道你說什麼 即是說小米現在 就將它變成一路以來同股不同權 就不是那麼受歡迎 就不是港股通 現在都通過港股通 北水可以買了 即是說將來 這類型的一些科技科網類型 假使被美國排擠的時候 下來了香港 大陸北水就眷顧你了 沒錯 即是如果一旦將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一旦發生 這類型的中概股 要在納斯達克指數那裏 香港就成為目的地 是 長遠來說 即是削弱了納斯達克指數的競爭力 以及少了一些 可能有貢獻強勢的中概股 沒錯 你這個論點非常新穎 大家值得關注 美國大市方面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如稍後我們去廣告 稍後我們詳細說一說 究竟你們那兩隻 -1倍、-2倍 納斯達克指數的反向ETF 在操作上有什麼細心的需要留意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來節目的時間 我輕輕都講一講 恆生指數到了四點鐘 竟是經加事端 升幅暫時是兩百零五點 兩萬六千七百七十二點 成交都是Undia 六百四十億 剛才那節我和Barrel 今次就講了美股方面 尤其是納斯達克指數 所謂的危機在哪裏 今次就主打講你們的 納斯反向ETF的產品 因為過去我和很多粉絲 都已經買過7331 即是-1倍納斯 大家很明白 只要納斯跌1個百分點 我們便會賺1個百分點 但有個問題 我的粉絲長期都問 你坐在這裡我答應了 我問你 其實他們有個疑問 究竟這些ETF應該長渣 還是短炒 有沒有一個潛在說 長渣就會虧管理費 又或者跌的時候 如果跌得慢一點 都會升不回坐倉 那麼久以來 那種慢慢退一點 慢慢退一點的蝕幅 其實你們是怎樣計算的呢? 所謂的rebalancing 怎樣做呢? 好 那我今天有機會 可以解釋一下 究竟我們每天 共反產品ETF 只留意兩件事 一就是每天重整 daily rebalancing 第二就是它的複合計算 其實它的複合計算 都來自每天的daily rebalancing 其實都是一招 很簡單 我們先講講 這些複圖 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是指數當日升 我亦都買了升的話 我究竟相同 direction 我怎樣可以下利呢? 簡單來說 我那天指數升1% 我買7.221 7261 我究竟怎樣可以贏錢呢? 本身當倉位底層是100元 你升了1% 我槓桿兩倍 我賺了兩元 這個明明 我賺了兩元 變成倉位底是102元 但問題是 我本身是有槓桿兩倍 其實我的倉位不應該是100元 就應該是200元的size 我200元的倉位 因為我在100元裡面賺了兩元 我便變成202元的位置 但202元裡面 不是200元的2% 200元的2%是204元 所以在每天收市的時候 我們便會買多兩張期指 加多兩元 令到倉位變成204元 這就是看對市場的時候 1%便會變成204元 這就是 我們賺錢的時候 你們的背後操作 沒錯 我們的團隊 在美國的時候 便會買多期指 幫你補儲 第二天開市的時候 你的底倉便是204元 明白 另一種情況是怎樣呢? 簡單講講 如果我的倉位 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看錯事 我都是買7261元 不過我輸了 OK 好 本身你的倉底是100元 我當盤大計100元 因為我槓桿兩倍 跌了1% 所以我輸2元 這裏應該明不明 輸2元 只有98元 我便在倉位減2元 好 我本身100元 槓桿兩倍 我的倉底變成200元 在200元裡面減2元 其實就是198元 198元 但問題是200元的2% 其實不是198元 而是196元 變成你的倉位 198元 怎樣變成196元 就是在收市的時候 我們便會將你的倉底 再賣走兩張期指 第二天開倉的時候 你的本就輸了196元 明白了 這裏就是由ETF發行商 在背後 所謂叫做每一天的rebalancing 大家可能覺得很深 不過你再重溫 你就會理解到 即是說 究竟他們會每一天 去重置倉位 但好了 再具體一點說 其實 賺有沒有賺得多過指數 如果我真的坐浪 上去的時候 究竟我是賺得多過它 跟它一樣 還是虧少少 有沒有所謂管理費 虧水等 而如果我又買錯了 其實我是輸得多過它 還是輸得少過它呢 好 我們再解釋一下 好了 這個例子就是 指數長期升 但是你便看沽 我先講一個比較悲慘 就是那個人可能連 升二和負二 他便算錯了 最重要 大家要小心 記住 升是正 負就是沽 負就是沽 他看錯了 所以 他一直升 我就一直負二 那會怎樣呢 買錯了 好了 指數呢 誰知道四天升了21% 當它是否好 市場真是好 他本身21.55% 如果是兩倍負的話 其實理論上 他應該要負34元 但是呢 問題就是 他用我們這個產品 由於他每日的倉位 輸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再重整 他的倉位便縮小了 所以令到他最後四天埋單 其實他只是輸了34% 那他是 所謂的兩倍43 其實他省了錢 明白 其實如果這樣坐去 這麼不幸 我又不會走 一比四眼鏡 他一邊升 我一邊沽的時候 原來這樣是不用輸 21.55% 乘負2 就是本英的指數 帶給我負2倍 就輸43 我就結果輸34 沒錯 這個就是 rebalancing之後 結果 沒錯 倉位縮小了 所以就算你看錯事 其實你是輸少 你應該輸的東西 這件事 大家又要搞清楚 rebalancing那件事 很奧妙 但是 總之你知道結果 就行了 原來就是這樣 有數得計 如果我買對了 好 給你看一個比較幸運 就是他可能 四天之內 他的指數回報 是 少了19% 假設 你買負2倍 對 理論上 你累計的指數 就應該只有37 38 但不是 買了我們反向兩倍產品 他回報是有46% 為什麼他會有46% 多於37% 大概9% 是 來自因為他每日贏錢之後 他的倉位就大了 你本大了 再升上去再大一點 越來越大 令到你可以遠遠拋離指數 OK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們投資人 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 贏就谷 輸就縮 如果看你這個計算方法 大家不用質疑那個圖 你看下面他們有運算 不過我們沒理由在節目裡 跟你說成多少 問題就是 你看完運算 原來結果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 剛才所說的 每日會平衡 就是如果你買的方向 其實你是會一路補充期指下去 沒錯 這就為贏就縮 贏就縮 贏就縮 輸就縮 還有什麼具體例子 可以展示這個道理 我們再看看實際的例子 就是2018年第四季的情況 第四季就是 很多美國科技股被人收押 再加上最後一層 輸了最多的時候 就是華偉和太子女 在加拿大出事 變成整個指數 在這個季度是輸了17% 輸了很大 因為正常17年之前 輸了10% 輸了17% 如果買負二的話 其實你的納斯特克指數回報 是超越35.4%的回報 看對市坐一個季度 7522 就可以令到你有這麼大的回報 是 好了 就當你第一季度 暫時好像文化戰爭 經常比較樂觀 指數升了16% 但問題就是 不好意思 你依然覺得好像很看淡 買錯了 其實你輸了 可能20%多 所以 市場 雖然有升有跌 但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自己要買哪一邊 這個很重要 明白 再一次用具體的時間 比如是過去2019年 這段時間來看 都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原來 其實有時 我認為買得ETF 不是說它一邊升 為何你一邊沽 有時我們是用來 Hedge 正股的倉位 沒錯 為何有些人會說 這麼嚴重 因為它本身的倍數 又不是真是很高 同時 如果你真的從鑄馬上面 去調合比例的時候 確實是可以 用來做一個少少對沖的角色 沒錯 也要解釋一下 這支7331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一個負一倍的反向NASDAQ指數 究竟是怎樣用的呢 當美股的時候 捕捉下行趨勢 人們經常問 究竟有沒有時間值 好了 我現在很具體告訴你 2018年第四季度 指數跌了17.2% 我們回顧7331 其實它是升了18.23% 即是說 雖然它負一倍 它都有少少少 就是daily rebalancing 那個重整倉位 它都會大了少少 所以你都會贏多個指數本身表面的 一個地幅的位置 即是再一次驗證了 從不同的time frame 裏面 去給大家看 驗證了剛才所說的 那種daily rebalancing 為大家帶來 贏就谷 輸就縮的好處 最後我想問一問你一個問題 事實上 所謂一個 我想長渣ETF 都要理解的一個就是管理費的情況 其實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因為我知道現在市場上 不單只指你一隻 負二倍的納子ETF 可不可以比較一下 使費方面的問題 好 我大概將我們現在亞洲區 即有的納斯達克指數 供反ETF 產品和管理費 列出出來 例如一倍的話 7331和正二倍 兩個便是最便宜的 大約1% 即0.99% 負二倍的操作方法 因為它的倉位上面 會複雜少少 所以它就多了少少管理費 1.2% 但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1.2% 就不僅是修理 不僅是修理 因為我們是每天計算 累積在NAV 所以其實你是攤雲 全年 全年 例如52個禮拜 其實一個禮拜 都很少 相反 其實我們這裏行家 其實這個市場 都有其他產品 相比一下 它的管理費是1.5% 所以 如果是1.2% 1.5% 即30%多 現在長遠來說 持續三年 其實已經差不多 整個管理費 明白了 以上 所以要留意管理費 是很影響你的Performance 即是說 就算是攤長52個禮拜 來扣這個數 起碼扣少些 又是老土的說 贏在起跑線 起碼的底 不要扣得那麼快 沒有理由虧給它 OK 今天理解了很多真正的操作 因為rebalancing 我想真的很多人想知道 完全理解了 管理費的因素 也都清楚了 今天謝謝Burl 你的分享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明早9時15分再見 拜拜